部落站强烈推荐流派天女召回泰坦流 学会这个再也不怕被首领说拖后腿了 首先看这个阵也是部落站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个流派的思路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用野蛮人吸引迫击炮 然后下投射车 让投射车清理左侧的防御 但是这里有个连弩那怎么办呢 下天女吸引火力 女王多数时候是跟着女王一起的 这样清理的更快又安全 超蛮就是断边收尾用的控制女王进去 这样投射车就安全了 可以安心的清理上面的防御 左侧的建筑也成功被打空 这样我们前戏就相当于用了天女加图示车断边 操作是不难的 而且目前为止我们也一瓶法术都没用 这样打掉连弩以后直接召回女王和女王 然后把他们丢在下面开始下大部队就可以了 大队营附近有很多东西 我们直接用大部队爆本就好了 不然用别的单独去爆本估计很难 而且用泰坦当主力不用蓝胖之类的 主要是因为泰坦不怕陷阱 各种手架兵基本无视 又很肉也不会乱跑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然后蛮王吸引原兵准备爆本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投射车的伤害在上边打足了 带一瓶召回的好处就是前期 你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断边神器啊 随时可以拉回来配合大部队开打 我们看看他这大本队附近有多少陷阱 这也就是泰坦才丝毫不慌吧 超蛮技的随时断边 别让他们跑出来 好的爆本成功 弹跳进中心 女王自己这边已经打穿了 无敌加恐暴 再猛的火力也可以冲击去 润土收右侧的防御 骷髅法术 而不铁皮法术给单头塔和巨师杯就好了 基本就是坐等三星的局面 我们大铁的路线和闪的泰坦 其实是一样的 操作难度上也差不太多 你们觉得哪个流派更好用 但是部落战和联赛 用这一手召回大法 首领看完开心极了 直夸你是猛男 部落地位嘎嘎上升 看到这里 以后再遇到这个类型的阵 是不是轻松难捏 别忘了观众修书 有好的思路 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